監察院長陳菊率隊宣誓就職 小英戴口罩表情凝重 入場唯唯點頭致意 伏秘書長蘇嘉全閃辭 不再陪同 由劉建興站帶一樣沒有現身 律任被搜院長很錯愕 蘇嘉全擔任伏秘只有75天 在7月31日 侄子蘇正清涉灘遭搜索時 他就寫好 清白是第二生命的聲明 只是兩天後8月2號的中午 蘇嘉全向小英表達辭意 當時幕僚都不知情 總統未留不成 因為蘇嘉全辭意甚監 總統府的秘書長蘇嘉全來做情辭 是不是這樣子反而更證明了 有鬼或者是想要斷尾求生 不過不管如何 我們要的是真相 信守蘇嘉全家族是非 外甥唐榮鐵工廠總經理張仲杰 因為涉弊案遭雄檢問訊 侄子蘇正清2019年4月 陳美財掏空案 今年7月再被爆出 媳婦印尼疑圖私利 現在還涉嫌泰留鎖惠案 傳出金額高達近兩千萬 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的遺憾 那我們尊重蘇法 希望蘇法能夠誤往誤中 自己執政的經驗就是 你儘量給它公開透明 大家就會比較不敢亂來 立委收賄案滾雪球蘇嘉全火速辭職 射斷點全面止血 記者姚家鼎問文宣台北報導 你也不想要 我感到很高興